會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我今天要講到是那個 是一個小遠點 是你在山上 然後這個你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沒有別的 或是跟你的對象在一起 包動就對了 然後這裡看不太到 可是還有一個樣態 像一個它那個是 就是360度都可以看得到就對了 對… 然後你還是可以打開 這個不是玻璃 你真的可以全打開 然後可以看 可以如果天氣好的話 你可以一邊睡一邊看星星 然後 現在看不到 可是旁邊還有小廚房 小廚房 然後小廁所那種 你真的 你在山上一個人 沒有任何別的聲音 是真的是 所以很棒 然後那個地方 你們覺得一萬多少 一萬二 兩千五 真的 真的 而且沒有比較貴的方向 因為只有這個 所以就是一個假牆的意思 就是兩千五而已 但這應該很偏僻吧 對啊 這樣到那邊會不會很偏僻 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 我反而要介紹的 義大利最熱門的地方之一 就是威尼市 威尼市是一個 非常非常難訂房的地方 因為你是全球都超級愛去 那個飯店都非常貴 而且常常漂亮的飯店都沒有位置 可是我找到了一個飯店 我覺得那是CP值超級高層的嘛 這個飯店叫一個不停 一個不停 這個飯店是那個 離那個威尼市橋最近之一 所以那個點是非常好的 然後你看它裡面 那個布置很像 很不停 非常非常的經典 這個東西都有 一百多年的 是很美的 他們有維持 本來威尼市最有錢的那個時候 的那個樣子都給你了 然後那個房間算是大的 不錯耶 都是有景觀的 漂亮 很有風格喔 非常美的喔 這很漂亮耶 其實在 其實在新竹或台中 有些公園裡面 好難 他可以的啊 他可以的啊 他一百多年的 你看那邊 不行喔 而且你那個台中的還有游泳池 還有滑水道 還有滑水道 還有天車草 拜託 拜託 我跟你講 我講威尼斯 你跟我講台中的Motel 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地方那個陽台 你可以直接看到那個威尼斯的橋 超級浪漫的 台中的Motel便宜才對 什麼 我覺得 台中有些優惠滿便宜的 我希望你們可以 忘記台中Motel這件事情 台中 在威尼斯這個東西 好 一個晚上 6千塊 住威尼斯百年的飯店 對 非常好 一個非常好的房間 在威尼斯一個飯店 隨便都會破彎的 接下來 馬丁要我們介紹 有啊 在瑞典各車堡 有啊 當然啊 各車堡 市中心那邊是有一個飯店 然後它也是就是很漂亮 有地龍 泳池的這種 然後可以看出去整個市中心 因為它只是 那邊可以 有小影片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也是就是 可以透明看地下 看下面 而且你可以邊游泳 然後邊喝水 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去途出去 有我們的一個小廣場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就是在市中心 然後附近就是有很多的 漂亮的東西 一些公園可以去逛看 有頂樓庸吃這些 其實一個晚上不到3千塊 然後如果自己去 因為他們滿場會有一些 一些遊會 但是就是要去 他們自己的網站去看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住的時候 我就是去他們自己的網站 然後看 然後他們剛好有一個遊會 然後這樣子就一個晚上 加晚餐在他們的餐廳 就是兩人分的一個就是大餐 拆兩千塊 好厲害耶 什麼可能 什麼可能 太棒了吧 我們去吃那個 在台北市有很多日本料理店 對啊 超貴的耶 對啊 而且在釜山吃一隻龍蝦 都要兩千塊 對啊 而且還不是吃到飽 對 一隻喔 一隻兩隻 這樣大家會聽到澳洲黃金海岸 就覺得那個 那個等級是非常黃金的 像比如說他們有一間 那個叫做什麼朗亭酒店 應該算是黃金海岸數一數二 你一定看過 就在海邊山洞那個大樓 然後長得很奇怪 然後但是它就在海邊 然後它所有的設施都非常棒 一個晚上大概要一萬兩千塊 一萬二 對 那不便宜 可是你可以用 就是可能一半不到的價錢 你就住到一樣等級的 因為它另外一棟建築 它是做成公寓式的 比如說就反而還比較大一間 就像這樣 我上次去就住像這樣子 一個公寓式家庭式的 然後就是下一個Airbnb 對 AirBnb 然後它就是可能一間 一個家裡面可以有四個人住 然後有小廚房什麼… 空間很大 很舒服 這樣子 平均下來一個晚上大概 真的很棒 那是我們的陽台看出去的 太美了吧 超爽你知道嗎 而且很高… 很高 對 黃金海岸那邊的大樓都好高 我們這住的是25樓 25樓左右 它還有 它總共30 30 40層樓 而且真的 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你去那邊可以戴一個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在那邊 然後往海裡面看 看得到鯨魚 沒錯 跟海豚 對 我本來以為是唬爛的 後來好多朋友都跟我講 真的 他們真的看過 是 對啊 然後白天 你看白天也很漂亮 白天這樣 就在海豚 對 所以你就 對啊 你就這樣坐在那邊 然後是看海 然後你無聊之後你就下去 就到海邊玩 你真的很會省錢耶 你好厲害 對 戴機票又不用錢 坐搬家 看海豚 真的是 好會享受 本身勝利組 太好了 今天這個時間 你看大家都分享不完了對不對 對啊 交通的部分 來 Yuki 計程車 計程車很貴吧 超貴 資本的計程車好貴喔 對啊 貴啊 那怎麼辦 來 Yuki 計程車 計程車很貴吧 超貴 資本的計程車好貴喔 對啊 貴啊 那怎麼辦 要怎麼辦 就是你要下載一個APP 是叫做NearMe NearMe 對 NearMe的那個APP 這不是 感覺…是 聽不懂 你怎麼都知道 你是不是有上什麼 我跟你距離只有30分鐘 我還沒睡覺 對不對 這種的 這是APP的 這是計程車的APP 計程車的正常的APP 不會變態的東西 然後就很安全 然後因為我上一次 我妹妹從雨天機場 走到Nearma Nearma就是Nearima 就磁帶附近的地方 Nearma 對 她花了 對 坐計程車喔 結果她後來 現在她下載了這個NearMe之後 不用6000她有坐過 就是她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雖然很便宜 你要跟別人坐計程車 販箱 販箱 就是Near的方向的人 你要跟他們一起坐 但是 這個可以 1300就到 6000變1300塊就到家 所以她就覺得好便宜 她就現在都下載這個 然後一直在用這個 所以很推薦大家NearMe NearMe 沒錯 直接帶回房間 對啊 要隨時一起回家 所以搞了半天她還是NearMe 然後NearMe 不是啦 不是啦 不一定要聊天 對方也不一定跟你講話 亂講啦 對啊 這個是這個共存的 對 對有些人來講 這個只要能夠省到錢 開心都來不及 還管你說旁邊坐 是不是有坐得不認識的人 搞不好旁邊是空服員咧 誰要再娶一個人 可能買機票就沒用錢囉 結婚就可以去黃金海岸了 對 大捷運的時候會有人 好 我們這一集 真的含金量非常重 看完這集 然後把資料都查完之後 哇 你看看 你看有些什麼10萬的變5萬 對啊 對不對 今天要謝謝所有的專家 好的 謝謝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烏克蘭化 用大陸打台灣來牽制大陸發展 這些利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 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